东京丰乡的冰冒以及丽秋部落传出疑似食物中毒案 那么一共有九人送医其中一人不幸身亡 那么家属们就是在医院的召集守候 那么其实这些送医患者昨天晚上都是去参加一位妇人的伤事 那根据了解原来这名不幸过世的老妇人疑似自行采集蜗牛田螺等食物自己轰煮嘛 结果当天晚上就不幸过世 不过妇人的家人认为可能是单纯的病死没有多想 那么首邻的亲朋好友一起吃了食者身前轰煮的这些食物 结果凌晨就出现了身体不湿的状况 而且不湿的状况是有呕吐腹泻的症状 情况是相当危急的那么紧急送医 那么台东消防局先是在凌晨三点多获报 就是丽秋部落有两个人出现抽搐的症状 后续冰冒部落也有出现 也有民众出现类似状况嘛 那么中医过程中在半路还停止呼吸心跳 这些情况是非常危急的 那么其实当天晚上其实还有其他人吃到这些食物 但是身体是没有状况的 目前根据了解呢 一共有八人还在医院抢救当中 后续还要等相关单位调查详细的兵医 以及到底是不是食物中毒 这些都还要等卫生单位进一步调查才能知道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先将时间镜头交换棚内 别人交换到最新 Operations 谢谢大家